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每天都喝250毫克的牛奶 退休以后我就坚持每天一喝 你看啊 每天起来的第一杯水 每个人选择不一样 量也不同 喝的方法也不一样 此外呢 有一些人在早上喝第一杯水之前呢 有一些特殊的习惯要做一下运动 热热身 阿姨 您跟我说一说 你有啥热身运动啊 我每天起床呢 先这样垫脚尖 然后这胳膊 什么叫 伸上 有时候还这样 伸展伸展运动 然后那个冲一杯这个蜂蜜水 蜂蜜水呢 一般我用40度的水冲 您这是咕噜咕噜的 是吧 慢慢的 一点润些点 然后喝完的这个 对嗓子和心肺都特别好 养生有道 好的 再问一下这位阿姨 我早上起来之后呢 先在床上呢伸一下懒腰 然后活动活动脚腕和手腕 然后再下床 好 喝的是啥水 做的开水 把它晾凉了 然后用那个淡盐水漆成的 淡盐水呢 有利于呢 清除我们人体的内热 增强我们的食欲 预防我们口腔里的续卷的滋生 也有利于排便 哎呀 一个是咸口 一个是甜口 为什么要做这个互动呢 因为今天的专家老师告诉我们 早晨的第一杯水 喝得非常的有讲究 因为它跟我们五脏之夜的 匮乏危险信号密切相关 那既然第一杯水有讲究 到底怎么喝是最健康 最养生的 这样 我们先用掌声 感谢一下两位阿姨的互动 请落座休息 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请出 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 今天为您请到的是 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 秦建国 欢迎秦主任 欢迎 好 还给我们带礼物了 你好 你好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鲁花为斯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区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金主任 您好 您好 刚才我们做这个互动了 你看早上起来喝的第一杯水 大家都不太一样 有喝茶水的 蜂蜜水的 牛奶的 是不是 各不相同 您喝什么水 我是平时早起的 喜欢喝一杯温开水 那么我们终于讲 留得一份今夜 则得一份生机 而且我们早晨的第一杯水 和五脏之夜匮乏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我先给大家讲讲 这第一杯水怎么喝 首先咱们喝水的温度 咱们一般要选择 这个煮沸的开水 自然地让它亮 然后温开水 一般的温度就是20度到25度 这个温度就比较容易解渴 而且也不上胃 但是如果说咱们的胃 它比较敏感 那么我们可以把温度 就是三四十度的 也是可以的 第二点 我们喝水的时候 不要像那个口渴的咚咚咚 这样咽进去 那么我们小口喝 先喝一口 让这个水在口腔里浸润一下 那么给身体一个信号 我要喝水了 这样有助于咱们身体 对这个水的吸收 那个量我们还是推荐是200毫升 为合适 那么喝200毫升相对也没有称胀 而且它已经能达到 让这个水液新陈代谢 排出身体垃圾这样的情况 好 这是量 温度 关于这个品种种类上的 您说温水是比较推荐的 对 温开水 你比如说我们就不推荐浓茶 为什么这个浓茶 咱们一般喝了浓茶以后 它容易心慌 加重的心肾和血液的负担 还能引起失眠 再有我看有喝牛奶的 是这样 大部分人是可以喝一点牛奶的 如果说咱们对这个乳糖不耐受 一喝牛奶又拉肚子 那这个也是不合适的 还有我看有喝蜂蜜水的 如果说咱们正常人群也是可以 但是如果说我们是糖尿病患者 那么说喝蜂蜜茶 蜂蜜水就不合适了 我看还有一位朋友喝淡眼水 淡眼水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讲究 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人 他是个肾病患者 或者食用功能不全 喝淡眼水是不合适的 这个水的选择 我们的秦老师给大家说的 非常的清楚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然后环境不同 选择的种类 那是有讲究的 那此外你看到了吗 刚才我们的两位阿姨 在喝水之前呢 有一些预热的动作 对 我这里还要给大家说一句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动作 也非常重要 而且能解决我们五脏之夜 匮乏的这个情况 陈启喝第一杯水之前 先做这个动作 主任您给介绍吧 做的这个动作呢 耀王孙思淼 还有这个大文学家苏东坡 还有咱们乾隆皇帝 所推荐的 这叫燕金法 而且这个燕金法呢 能解决我们这个五脏之夜 匮乏的口干的这个情况 好 早晨的第一杯水喝得 非常的有讲究 因为它跟我们五脏之夜的匮乏危险信号密切相关 口干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那跟哪一个脏腑的精液匮乏有关系呢 来请作答 哇你看 选啥的都有哈 我们选一位吧 那个手举的最高的举肺的 阿姨您说说 秋干气躁的时候我觉得肺热 我觉得鼻子干 肝的有时候流血 因为过了这个秋躁的季节 就有些缓解了 你觉得呼吸方面的问题肯定是跟那个肺脏有关 所以选了这个肺脏 好 这位阿姨您的意见不太一样 您选的是肾脏 因为这个肾呢 我觉得还是排毒吧 秋天 还是多喝水 多排尿 对于排毒有好处 排毒排尿肯定是跟肾密切相关 对 好嘞 一个选肺的 一个是选肾脏的 到底谁的答案是正确的呢 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 接下来给大家画重点了 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这个口干跟哪一个脏腑的 筋液匮乏相关 这两位说的都非常好 我们既和肺又和肾相关 烟筋法推荐给大家 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口干舌燥的症状 那么我们看这张图 你看它有三个穴位 它有海泉 有筋筋 有浴液 是吧 那么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就舌底上额 你会感觉到这个筋液呀 就像泉水一样涌上来 等到它满口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它咽下去 这第一 第二呢 你看筋筋浴液 那么我们这个口里产生的筋液呀 就叫筋筋浴液 这说明什么啊 就广从名字上就看出来 它非常的金贵 那么我们这个筋筋浴液啊 可以滋养五脏 还有肌肤 还有补益肾源 还有环境补导的作用 如果我们长期做这个燕筋法 那么可以使我们健康长寿 唐朝这个药王孙思淼 在他的养生名里 他提到过 说成兴受浴金 那么可以去病严寿 那么我们大文学家苏东科 他也是一个养生的大家 那么他也提到 这个养生的时候啊 这每天呀 就用舌头来卷 这个唇齿的内外 那么素咽这个金叶 然后呢 等到金叶满口 就低头咽下 大家都知道 我们乾隆皇帝 他也常提 齿常扣 金常咽 我在这里呢 教授大家一下 那么我们做三个动作 第一呢 就是扣齿 要扣齿三十六下 为什么 数字上这么 这个数字天一生水 第六成之 这个是有讲究的 那我们扣齿的时候 不是两个齿 一合就完事 要扣得当当作响 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不是张嘴的 闭上嘴 闭上嘴的 你张着嘴 你怎么扣呢 是吧 闭上嘴 咚咚 可以听到 因为这个牙呢 齿为肾之鱼 扣齿的 又固齿 又不肾 主任 我有一个问题 在扣的时候 还需要这样的来回旋转吗 还是说上下咬合就可以了 就上下扣 不做磨合动作 上下扣 然后有一点声音 固齿 但是这个数字上 有讲究 要做三十六次 对 第二呢 舌体上饿呢 非常简单 就是大家在闭嘴的时候 轻轻地用舌尖 底下上饿 这个动作就算完成了 轻轻地点到为止 力度不要特别的大 卷起来顶住上饿 叔叔阿姨 好 这个上饿这个位置呢 就是你的牙齿和你的上饿 这个位置就可以 第三呢 等到筋叶满口的时候 然后我们咽一下这个筋叶 这怎么吞咽 我们有了这个筋叶之后 一般的话 如果我们做三十六次的话 这个很容易这个筋叶满口 筋叶满口呢 我们闭上嘴 用舌头把这个筋叶 送到咽喉 有一个吞咽动作 分三次把它咽下去 分三次 然后就可以喝温水了 是的 两百毫升左右 是吧 调口地慢慢吞咽 这是早上第一杯水的讲究 叔叔阿姨了解了 话说回来 刚才已经讲到了一个危险信号 那就是口干 是由我们的肺还有肾 它的筋叶匮乏引起的 为什么说肺肾的这个筋叶少了 就会有口干的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主任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何为五脏之叶 来看一下 五脏化叶 心为汗 肺为涕 肝为肋 脾为肾 肾为拓 肾为五叶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水叶啊 经过这个五脏的气化功能 那么化为咱们五叶 那么在心呢 它就是为汗 在肺呢 它就是气 那么在肝呢 它就是为肋 在脾呢 它就是为咸 在肾呢 它就是为拓 那么这五叶呢 是水叶代谢的产物 那么说呢 它分布于我们五脏的关窍 然后呢 分布于五脏的关窍 那么它起到什么呀 起到乳氧 滋润 还有我们润泽皮肤的这个作用 还能调节我们水叶代谢 如果说五脏之叶要匮乏了 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水叶代谢 但是看上去好像跟肝啊皮啊肾啊 很多的脏腹都有关系啊 这个症状 虽然跟五脏都有关系 但和肺和肾 它的关系更大一些 那它的这种口肝 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异性呢 是一种什么样的肝 一般上来讲呢 我们肺它的筋液匮乏呢 它会表现出来的口鼻比较干 那么这个鼻腔呢 就比较干燥而且疼 甚至于呢 有的患者呢 还流鼻血 咱们一般的人呢 认为啊可能就是上火了 对 实际上这是秋天呢 这个造血伤肺了 那么肺的筋液匮乏了 那就表现出来的口鼻干燥 这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可以用一杯温开水 它有那个水蒸气 如果呢温开水 用鼻子来吸它那个水蒸气 那么一天呢也不用多 四五分钟 吸个两到三次 就能解决我们这个 口鼻干燥的问题 第二点呢 它还就是表现出咽干来 咽干舌燥 这个咽干呢 它是有特点的 就是觉得嗓子眼啊 发干 而且痒痒 我就这样 一痒痒呢 还容易 甚至于呢 肝咳 对 它这个咳嗦呢 也是有特点的 它往往是 就肝咳没有痰 是的 很少 或是痰少而黏 没有瘦的 脂肢咳 没有瘦的 对 脂肢咳 脂肢 还有一部分患者呢 就是跟肾有点关系了 它表现出来 尿少 或者是呢 它那尿频 但是它尿少 还有一部分患者呢 它就会表现出来 漏尿 你看口干 咽干 是吧 嗓子干 而且还会有这个 止咳不瘦 这样的一个表现 此外呢 我们这个尿量呢 可能就会变少了 会漏尿 而且好些 叔叔阿姨 好像还会有这种 腰吸酸软的表现 是不是都跟这个 肾液 它的匮乏有关系了 是的 好 这些表现症状 都给到大家了 叔叔阿姨 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 秋冬过渡的季节 有了这些症状表现 就说明啊 我们的肺肾经验 匮乏了 那匮乏了怎么样呢 稍后呢 我们会具体支招 欢迎您拿出手机 扫一扫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您也可以找我们的 养生辅导员 免费领取本期节目的 课堂笔记 以及专家亲自为您 整理解答的 300个心脑血管 健康问题集 如果说大家 没有特别的在意 没有把它补上来 就让它一直这样匮乏 那临床当中 它会有什么样的 一些表现 那最不好的危害 是什么呢 我们在临床上 治过这么一个患者 她是一个中年的女性 她是一个 身病的患者 她病情比较平稳 24小时尿呀 都基本是正常的 那么三年前呢 在秋冬季节 那天气呢 就比较寒冷 可能她也没有注意 那么她抵抗力下降 得了一次比较重的感冒 它表现之口鼻干燥 还有肝壳 但是呢 时间不久呢 就出现 哎 尿里泡沫药又多了 而且也有水肿 一查呢 24小尿 也是一个大量淡白药的情况 那么 等于肾病复发了 所以病情急转直下 那么 给她呢 造成了生活上的 很大的影响 而且呢 这个患者呢 一开始呢 也吃了很多药 那么疗效呢 不是特别明显 后来就到我们门诊上 经过辩证呢 我们觉得是一个 肺肾两须的 这么一个患者 那么通过肺肾同条 我们经过治疗 那病情缓解 好了 再次跟大家强调 总结一下 尤其是啊 生活当中 您本身 肾脏就已经出现了问题 功能已经有问题的 叔叔阿姨 我们跟大家说 如果肺肾经验匮乏 就少的话 它的危害是 让这个肾病复发 一干三糟 此外还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来看一下大屏幕啊 主任的问题是 二十次小时排尿 多少次算正常 主任给大家出了一道题 我们有四个选项 A选项 一天哦 三次 B选项 四到六次 C 六到八次 D选项 八次以上 好 大家自行选择 二十四小时 排尿 多少次 对 我们来问一问大家 好 选A的举手 没有啊 这肯定 B B举手 好 主任您看一下 做来听 我看了 好 六到八次 C的 这个最多了 这个多了 好 接下来 第八次以上的 有没有 好 一般的来讲呢 咱们正常的是 四到六次 正常的 那么三次呢 那么肯定 因为经验匮乏 相对就少了 那么有的人呢 他就是六到八次 六到八次 实际上相对多一点 我刚才也看了 底下的老年人是偏多 可能 或者说 这个 有点尿频 那么八次以上呢 那肯定是尿频了 那么 它这个尿频呢 它也有特点 那么我们 肺肾筋液 亏需的尿频呢 它一般的来讲 是尿虽然频 但是尿量 还是偏少的 哦 次数虽然是多的 但是量是比较少的 这个怎么界定呢 这个尿频 我们首先看尿频 尿频呢 有的是气质性病变 比如说咱们尿道炎 膀胱炎的这些患者 他有尿道刺激症 他也是经常去厕所 但是呢 他一般呢 有尿频 尿急 尿痛 而且呢 他总的整个这一天的尿量 还是可以的 整个一天的尿量 指的是多少 整个一天的尿量 是一千五百毫升左右 我们肺肾筋液 亏需的这个呢 它虽然想尿 去的次数也多 但是它的尿量 可能还是比较少的 少到什么程度 就是少一千五就算少 量少 但是频次会增加 有没有类似症状的 叔叔阿姨 自己也怀疑 有可能是肺肾筋液 匮乏引起的 如果有的话 可以举个手 正好让我们的秦老师 给大家判断一下 阿姨您举手了 来 欢迎这位阿姨 阿姨 刚才主任说 这些症状在您身上 出现了是吗 对 干燥 尿确实是 你想上厕所了 觉得有 尿都不多 就刚才像主任说 达不到那么多的尿量 是的 对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 我刚才就是六到八次 平常的时候 要不敢的季节 我觉得还是正常 到这个季节的时候 就明显了 对 老有尿意 但是一去了洗手间之后 就不是那么痛快 对 频繁的 对 最多的一次是多少次 您觉得 那就是八次到十次吧 八次到十次 好 那我们一问我们的主任 阿姨这个情况 是不是就属于是 肺肾 肌液匮乏引起 它这个也是肺肾 匮乏所引起的 我们回过头看一下 大屏幕啊 这是我们的重点 尿频量少 口 鼻 腌干 干壳 漏尿 这些都属于 我们的肺肾 精液匮乏引起的表现吗 口鼻腌干 这个是因为肺肾 所引起的 那么我们也讲到 如果说这个人 可能是腰细酸软 他肺肾 亏虚了 他这个尿频量少了 这个也比较多减 但是还有一类人呢 他有肝壳 他一壳的时候呢 底下他有漏尿 那为什么这样呢 现在呢 我们天气就转凉了 我们除了这个造血 会损伤人体呢 实际上这里边 还有寒血 寒冷了 寒血侵袭人体 那么也会损伤人的肺 还有肾 那么损伤肺呢 那么主通调 这个功能受到影响 那么损伤到肾呢 那么它的开合功能 就受到影响 那么它的开合失丝了 就容易就漏尿 而且呢 干咳以后 叫咳而移尿 这个还是比较多的样子 我治过这么一个患者 他是一个老年的男性 那么他有点轻微的脑梗 他到我们这儿来 治的主要是 这个漏尿 或是胰尿 他严重的时候呢 还容易小便失禁 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他一般的坐公交车 来我们医院 我们公交车 大概从他家 到我们这儿 大概有十多占地 他一般的一两占地 他又就要下去 下车一趟 找一趟这个厕所 要不然 他就憋不住 而且呢 他还有一个特点 到秋冬季节的时候 他犯的还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我们这个患者呢 经过我们的这个辩证失质 从肺肾双调 后来这个患者 症状就改善了 那么我们还有一部分人群 比如说这个人 是绝经七月以后的 这个老年妇女 他这种咳尔移尿 也比较多见 而且呢 你看我们大家 都爱听个相声呀 他们这些人 好像还不太敢 为什么呢 他一高兴 一哈哈大笑 他也容易漏尿 叔叔阿姨啊 咱们不要回避问题 那这些症状 其实都是可以 由我们的专家啊 给大家去指导缓解的 那我们的这位阿姨情况 主任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阿姨就是口鼻 咽干 尿量变少 怎么办 有建议吗 待会呢 我们就给大家揭晓啊 我们这个三个法宝 就能改善这些情况 阿姨这宝贝 您都能用得上 那太谢谢了 来着了好不好 来我们用掌声 感谢一下阿姨 代表掌声堂 我们还有一个奖品给您 阿姨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这是卤花 微发酵活性面条 卤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好吃不伤味 孩子喜欢吃老人一消化 是我们养生堂 特别推荐给您的 好面条 祝阿姨健康 谢谢您 送您 肺脏 肾脏 我们的经验 匮乏不足引起的 主任呢 刚才也跟我们说了 说这个症状出现了 不要怕 不要躲 我们呢 可以肺肾 是双调的 是吧 是的 怎么调呢 我们来看一下地瓶 您给我们讲讲 我们看 这个地瓶上呢 它是有一条河流 那是上游 中游 和下游 那么对我们肺肾来讲呢 肺呢 就像水之上游一样 那么我们肾呢 就像水之下游一样 上游没水 下游就干了 对吧 流不下来了 流不下来了 那么我们肺肾 这个关系 有点类似 你看我们中医讲呢 肺属金 那么肾呢 属水 水 那么这个肺肾它俩的关系 就是金水的关系一样 那么在生里上 就是相辅相成 我们中医有一个名词叫 金水相生 那上游水多 那么下游 那同样水多 那么在病理上呢 还是相互影响 你看 那么金为水之母 是吧 那么上游 这个肺 它受到影响了 那么下游 水也就少了 我们中医有一个名词啊 叫母病疾子 是这样 所以说呢 我们在病理上 受到了这个造邪 寒邪的侵袭之后呢 我们肺的功能 受到影响 同时呢 也会影响到肾 所以说呢 它既可以表现 尿贫 尿少 那么同时呢 那肺 肾 它的气化功能 受到影响 那么它的开合 就失丝了 那么也可以出现 这个遗尿的 就是漏尿的 这个情况 水了怎么办 就补水啊 我们肺肾 筋液匮乏了 我们就要润 润 以润为先 好嘞 叔叔阿姨 咱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原理了 如果肺肾 筋液匮乏少了 怎么办呢 欢迎您拿出手机 扫一扫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您也可以找我们的 养生辅导员 免费领取本期节目的 课堂笔记 以及专家亲自为您 整理解答的 300个心脑血管 健康问题集 水了怎么办 就补水啊 我们肺肾 肌液匮乏了 我们就要润 润 以润为先 好嘞 叔叔阿姨 咱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原理了 如果肺肾 筋液匮乏少了 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现场 看叔叔阿姨 我们要给大家 大爆料 因为你看 刚刚过完十一 叔叔阿姨 咱们都外出了 走亲访友了 回来的时候 那个箱子里 满碗当当的 买了很多的美食 还有亲戚朋友 送的一些好吃的 那大家想不想知道 我们中医 出行之后 返程的时候 行李箱里 都装着什么宝贝 肯定跟养生有关 是的 咱们看看秦老师 带了啥 好的 来 我们十月一 回到老家以后 我们也没闲着 这是我们几个同事 从老家带回来的 能够解决 咱们费肾 今夜亏虚的 这么几个宝负 其中一个 她来自于辽东 那么她的名字 还有个别名 叫言如玉 是是上蓝的姑娘吗 广听名就特别好听 而且她能缓缓生香 当地也是有一道美食 待会儿我们给她做一个特殊的加工 她就能解决我们肺肾 肌业亏虚的情况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从四川带来的药 刚才是北方 这回南方 对 都有 那么说这个药 它是续接气血 筋脉的第一药物 这厉害了 而且它也是续接生命力的一个药药 待会儿我们给大家揭晓 对 这个感觉更厉害了 有这个续命的效果 是的 此来好像还有个什么宝贝 对吧 我们待会儿 我们同事教大家一个小的功法 内调 外动 来解决咱们肺肾 今夜 匮乏的这些情况 你看 叔叔阿姨 这期节目咱们千万不要错过 刚才主任一再强调 如果肺肾 今夜 匮乏变得少的话 可以共调 要润一润 润为先 那到底怎么润呢 润之前 是不是咱们得把这个力量 包括它的功能 稳固一下才行 是的 邀请一位观众吧 好的 谁愿意学习一下 如何稳固 我们的肺和肾的功能 我们邀请一位叔叔 好不好 好的 就是那个喜欢喝茶的叔叔 好不好 欢迎您同时 那我们也邀请一下 我们的谢玄老师 欢迎两位 肺肾双条润为先 润之前呢 我们要把这个功能啊 力量啊 把它稳固一下 咱们要做什么呢 咱们要做的是一个叫 大棚展翅的一个动作 但是在我介绍 咱们带来的这个法宝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做两个 网上热度比较高的动作 好 一个呢 它可能网上是这么做的 对 这个我看过是吧 还有的人呢 他网上是这么做的 这个像翱翔 对 但是这两个展翅啊 它可以舒展我们的身体 但都不是能起到 我们今天说的 肺肾双条的这个功效的 为什么不推荐 它有什么样的问题 尤其是中老年人群 为什么不推荐呢 我们推荐的这个大棚展翅呢 它是有意念 有呼吸 意气合一的 是吧 那么而且我们做出来 能够口舌生筋 那么我们看 刚才做的那两个呢 它只是一个筋骨关节的动作 它没有这个意和气的 这个情况 没有二者掺杂在里边 那么它就像一个操一样 所以说和我们这个 口舌生筋的大棚展翅 还是不一样的 叔叔阿姨们注意了 专家带来的这组 能够口舌生筋的动作 大棚展翅 还能顾护我们的肺肾 具体怎么做呢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为什么不推荐 它有什么样的问题 尤其是中老年人群 为什么不推荐呢 我们推荐的这个大棚展翅呢 它是有意念 有呼吸 意气合一的 是吧 那么而且我们做出来 能够口舌生筋 那么我们看 刚才做的那两个呢 它只是一个 筋骨关节的动作 它没有这个意和气的 这个情况 没有二者掺杂在里边 那么它就像一个操一样 所以说和我们这个 口舌生筋的大棚展翅 还是不一样的 那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带来的这个 它是出自马里堂 太极动静八世之一的 大棚展翅 先深呼吸三次 然后呢 双手啊 就自然地往上举 在这时候呢 要吸气 然后到前额这个位置 然后呼气 双手下沉 这是一次 然后两次 咱们这样做八次 是一个循环 然后各位叔叔阿姨呢 也根据自己的体力 如果能连续做八个循环呢 咱们就说做了六十四次 然后每天坚持锻炼 那在咱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还有一个注意的要点 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 肺肾同步的作用 就是我们在吸气的时候 举手 我们的眼睛 一定要关注我们这两个大拇指 因为这是我们这个 手太阴肺经的一个 寻行的部位 然后在我们手下沉的时候 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小腹 就是我们丹田的部位 在这里呢 我们要注意这么几个要点 首先呢 第一点 就是我们做的时候啊 吸气的时候啊 刚才这个谢大夫也讲了 要注意这个大拇指头 还有我们这个鱼记 这个是肺经巡行的部位 那么这个它会调动 我们肺经的精气 那么我们在呼气的时候呢 我们要气沉丹田 这个对我们肾脏 它有激发肾脏的功能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要嘴是合拢的 我们舌底上额 那么随着我们做八组 这个动作之后呢 一般的来讲 我们嘴里呢 就可能就产生一些 津津玉叶 而同样我们也要把 这个津津玉叶下去 所以说这个整体的动作 再加上我们三个内含 就能起到肺肾同调的作用 速度啊 频次啊 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就是这个呢 就是以舒缓 缓慢为主 这个没有太大的要求 不要做太快 一般做八次为这个一组 可以做八组 八组就是六十四次 好 那能不能带着叔叔 和全场的观众 我们完整地做一遍 好的 然后开始 起 一次 两次 三次 三次 四 注意一下我们的大拇指 还有我们丹田叔叔阿姨 七次 好 这就是八次是一个循环 咱们说 所以咱们这个更适合 对 中老年人群 强肺肾 所以我问您 做完了之后啥感觉 整个这身体 觉得是有 口腔当中是有经验 然后咽下去了 好 这个功效 其实就帮助我们 先预热一下 强我们的肺脏 还有我们的肾脏 当然 此外还要润一润 到底怎么润呢 就要用上 刚才我们行李箱当中的宝贝了 那这样 叔叔阿 咱们感受一下 那个宝贝是什么 谢谢 因为我知道这个宝贝呢 是需要这个准备一下的 那我们请谢老师 帮忙准备一下 稍后还要请您上场 好不好 好 谢谢谢老师 接下来到底怎么润呢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叫颜如玉 那么它还有一个名字 它叫维蕊 而且据说 它能够让六十岁的女性 保持少女的容颜 它的一个重点在什么呢 就在于这个润 它能够养阴生金 这么好 这么好 六十岁 叔叔您多大岁数了 七十 那我就来得及 您喝完了之后 也能回到少女 少男班的这样的状态 谢谢 是吧 叔叔 是的 好 那这样 我们把它拿上来 边说边讲边猜 好不好 好的 来 道具老师 好了 叔叔 代茶饮给您准备好了 咱都想年轻 咱看颜如玉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药材 到底有多美 看一下大屏幕 哎呀 肯定是花了 这么多 这肯定其中有一个是正确答案 是颜如玉 是的 叔叔 这些当中您觉得谁是颜如玉啊 让我们容颜焕发 六十岁都能变成少女般的模样 您觉得是谁 谁这么厉害 大家猜一猜 您觉得是谁啊 我选中间的 您的理由是什么 我换一个吧 你猜猜哪个 就是左边这张图是吗 对 因为我看它有叶有果 哦 有叶有果 而且花的数量还挺多 我跟您答案不一样 最美的应该是旁边那个粉嘟嘟的呀 是吧 它粉了 皮肤就好了 是吧 就能从六十岁的容颜 变成少男少女时代 好 那谁的答案是正确的呢 咱先品尝品尝 看看您会不会换啊 那先尝尝这个味道咋样 颜如玉 叔叔很讲究啊 先闻一闻 然后再尝尝口感 我觉得挺清新的那种味道 那您猜一猜 它是什么 认识吗 换不换了 不想换了 就是这左边这张图了 好 来 叔叔回答的是否正确 到底颜如玉 是什么样的一个药材宝贝呢 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叔叔的互动啊 给您送个奖品 稍后听专家给您揭晓正确的案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叔叔 谢谢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好面条就吃 卤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卤花微发酵活性面条